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球赛直播期间 一家运动酒吧发生了一起谋杀 熬了一个通宵的老司机侦探 还是提起了12分的精神赶往现场 听郎警官讲述 这个酒吧刚刚在直播世界杯决赛 有很多球迷在现场 为了达到最佳观看效果 酒吧的灯全部都关闭了 等到球赛结束之后 就发现地上多了一具尸体 死者后背中刀 直击心脏当场死亡 坐在他身后的有三个嫌疑人 他们都是不同时间来到这个酒吧的 对他们进行调查的情况如下 嫌疑人大马喉说 这场决赛我虽然错过了开场 但延长赛实在太刺激了 不枉费我熬到凌晨五点钟 嫌疑人没话路说 由于昨晚我在电视机坏了 但是我绝对不能错过这么精彩的球赛 所以我来到了酒吧 当时来的时候刚好遇到开幕式 双方球员都在高场活歌 接下来我就认真地看完了整个比赛 嫌疑人熊大猫说 哎 我错过昨天的球赛 我是上夜班的 常年夜班使得我黑眼圈极重 但下班之后我还是来这里看了闭幕式 并且听其他球迷描绘精彩时刻 作为当晚一眼没眨 观看整个球赛的忠实球迷老司机侦探来说 他们的对话中有个人的叙述是有着很大错误的 这个人是个假球迷 而且极有可能是凶手 他们三个当中谁是假球迷 答案五秒后揭晓 只要是关注比赛的人都知道 每场球赛的开幕式 双方球队都会高唱自己国家的国歌 但是从来不会两个球队同时唱 这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不尊重 所以梅花路是个不懂球的假球迷 他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杀人 一家历史博物馆今天免费开放 老司机侦探是个兴趣广泛的人 有这样免费的好事他肯定会参合 来到博物馆里各种珍贵的历史文物吸引着他 当他走到一个展台的时候 他发现了里面有件文物被调包了 赶紧向博物馆工作人员报告 当时的展台如下 你能否发现那件文物被调包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上期答案 中间的选手就是凶手假冒的 因为他没有号码牌 因为他没有号码牌